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那么本频道开通的会员功能 加入会员的话 每周会有一次免费看项的名额 不管手相还是面相 至于发图的方式和加入会员的方式 可以看评论区之顶 我们看手相的案例 长色红润,气血充盈,气蕴通肠 掌形来看是土水结合的掌形 有土人的稳重传统 有水人的温和敏感 小纸水星就比较饱满 沟通能力强 加上手如竹笋 能靠口吃轻松饭 食指迅功才位 饱满见杂纹才容易不稳 食指缝隙也比较明显 早不于前 30岁之前钱财难聚 纹路看 右手的脑线和生命线粘贴 要比左手要长一点 就是说右手代表后天 后天变得保守谨慎 理性稳重一些 早年的生命线 见锁链 说明出生家庭环境一般 脑线和生命线分离处 见杂纹干扰 说明脱离原生家庭独立的阶段 出入社会的时候容易遇到一些阻碍 不过不久之后 生命线就见上升线 经过初期的适应期 逐渐的适应社会 运势也会渐入家境 但是内侧也见亲密关系线 这个关系线有多条片 也见横文干扰 早年情缘受阻 情路有一些不顺 在感情方面 确实感情线前期锁链文比较多 加上结婚线和钱财文相互干扰 所以在感情和物质方面 容易混杂在一起 感情容易受到金钱的干扰 甚至会相互影响 自身的财运 也会受到感情的影响 那么生命线内侧 两条亲密关系线都偏短 说明感情难长久 30岁之后 感情才会逐渐的恢复平静 感情逐渐稳定 不过事业线在中期 在40岁左右 见断开后延续 这个阶段遭遇事业瓶颈 难突破 经历短暂的调整之后 从月球来的一条帮扶 在贵人的帮扶下 事业会重新恢复稳定 那么财运线左右手都很深刻 很长 而且建多条 并且财运线和小指水星球的 钱财文进行了融合 说明财运线很长 财运不错 但是财运线尾单刚才讲的 他钱财文和结婚线 相互混杂在一起 在水星球 建杂文干扰 也就是结婚线和钱财文 相互干扰 容易殷勤而漏财 感情容易 因为钱财 变得扑朔迷离 那么同时 财运也会因为感情 变得不稳定 相互干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